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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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今天安迪 為你示範一個 日式的芝士焗豬扒飯 什麼叫日式呢? 其實有什麼特別的 只不過我用日式的醬汁 來做豬扒飯 我們一起看一看 材料究竟我們要吃什麼 好了 我們先介紹一下材料 說明焗豬扒飯 當然要有豬扒 另外呢 我們準備了 三隻雞蛋 一些芝士 一些醬汁 你可以選用你自己喜歡的 小肉汁 或者你自己喜歡的醃料 也可以的 我們下了一點點蒜蓉 當然飯就不少要米 另外我們想少得健康一點的話 我們也可以加入一些雜豆 和一些椰菜絲 在裡面 好了 說明焗豬扒飯 當然要先有飯 那你記得煮飯 我的飯不是放進焗 那至於煮多少呢 就根據你自己平日吃多少的份量 我自己的計算就是 一人份量就是一筒 一個兩杯 那兩人份量 你可以說一有四分三 或者是兩個兩杯 都可以的 那好了 趁我們煮飯的時候 我們就對那個豬扒 做出一些處理 那我們就調味 那調味方面呢 我的習慣就是 每樣都加一點點 例如鹽 少去吧 糖 都少去吧 真的不用太多的糖 我的糖都快要用光了 真的 好 很少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就是用來調味 那 另外呢 我呢 今次呢 就用一種日本的燒肉汁去試一下 這個調味 就用適量的燒肉汁 那呢 其實這隻燒肉汁呢 它寫著甘口 那其實是 有少少偏甜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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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了 我都沒有了 現在只用了 那偏甜的時候呢 如果你 想去 有些鹹味的話呢 我可以加少少的 微激下去 調一下味 那另外呢 我會加少少蒜蓉去醃一下 那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 其實這些雪藏的產品呢 它一般都有少少少的雪味 那如果你加些蒜蓉下去的話 這樣呢 就可以 披掉它的雪味 那適量就可以了 不用說太多 因為 我們做平味而已 那好了 那下了之後呢 我們把那些醬料 然後 醬料就塗勻了 那濃味一點 你自己喜歡濃味一點 你就加多一點 如果你喜歡淡一點 你就加少一點 風劍隨意的 那好啦 塗勻了之後呢 我們 就 反一反它 唉 原諒我 因為我今天就是 一天拍攝部隊呢 就有少少力 好啦 我們就把這個豬扒 反轉 那好啦 到飯煮熟呢 我們呢 就要 放冷它 備用的 我們就不要太熱 那飯方面呢 我盡量呢 就加少一點點水 令到它呢 就是乾身一點 你可以看到 那方便我們一會呢 就是 處理它 好 現在一切 已經準備好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就開始 處理那些飯了 那首先呢 我們呢 就是 起了鑊先啦 預熱了一隻鑊 那 就加少少油 然後呢 我們把雜豆倒了下去 對啦 那就炒一炒它 先 好了 我們 就這樣 炒一炒一炒 炒一炒一炒 之後呢 我們就把飯放進去 好了 好了 整塊炒一炒 下去 好 那 我們之前準備了三隻蛋 我們已經發好了 那 那現在呢 就加下去 均勻加下去 就OK 好了 那你看到變了金黃色 然後呢 我們就關了火 然後呢 我們呢 剛才準備了一些椰菜絲 那 就全部倒進去 因為其實呢 不需要煮熟 椰菜絲 因為我們一會兒做工法 那好了 今次我就準備了 四片芝士 那其中兩片呢 我就圓塊在這裡 不要動它住 那另外兩片呢 我就把它切成一個 一粒粒的 那呢 就平均鋪在這個飯面 那就可以了 那 那芝士鋪得漂亮 然後呢 那我們就去 預熱的焗爐了 現在 那這個 預熱呢 我們就是 今次用180度 的 那我們調一下便宜 那我們先調一下便宜 180度 對啦 都是再一次提一下大家啦 這個 這個洛杉鵬的 596B 這隻爐呢 是非常之好用的 那 那在預熱焗爐的時候呢 我們現在就處理那些豬扒啦 那 我們剛才已經醃了豬扒整個小時 因為連煮飯等時間 所以現在我們就把它拿到鍋裡煎一煎 其實這個步驟就不是說要煎熟它 最主要就是要煎香 我們其實是要辣它兩邊 我們預熱了鍋之後就放下去 豬扒煎好了就可以鋪上焗盤 剛才我們準備了兩塊完整的芝士 現在是時候可以鋪下去 我們在放進焗爐之前 我們在焗盤裡就加入熱水 加入85度的熱水 放在這裡 那我們就可以放進焗爐了 好了放進焗爐之後 然後我們繼續用180度的溫溫 就是焗20分鐘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焗了 好 焗爐了20分鐘之後 好 焗爐了20分鐘之後 應該就OK了 我們先看看 好 放進焗爐 好 焗爐了20分鐘 這隻芝士呢 體力是不溶的 不過Anyway 不溶都可以吃得到 其實沒有關係的 我來試試 各位都是為了提醒一下 好 焗爐了20分鐘 好 我們小心焗爐了20分鐘 好了 讓我們開啟了20分鐘 好了 我們現在切開 看看好不好 其實這個芝士是不用的 豬扒是OK的 焗飯也正常的 好啦 那我們試完這個 下次再見 拜拜 各位觀眾記得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你的支持 拜拜